猪木狼马 一个沧海桑田的神话 它被誉为世界第三级 威俄挺立在喜马拉雅山脉 这里空气稀薄 氧气含量只有海平面的一半 世界上主要靠当地群众 参与管护的自然保护区之一 猪木狼马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就坐落在这里 在这里 生命是一种奇迹 西藏面积几乎相当于整个西欧 却有40%的面积是自然保护区 猪木狼马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建立 可以追溯至上个世纪80年代初 富群环境研究院的第一代工作者 应当地政府的邀请 成为首批复杂 从事环保与发展研究的科学家 在实地考察研究后 首次提出成立猪木狼马峰自然保护区的建议 1988年覆盖喜马拉雅山脉 33000多平方公里的猪木狼马峰自然保护区 经西藏自治区人民政府批准成立 1994年晋升为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这是保护区内最大的湖泊 佩枯措 海拔4595米 位于猪木狼马峰的西北面 湖边生活着藏野驴 黑井鹤等珍稀动物 咸水湖佩枯措旁的卡芒布寸 住着十几户人家 男人们放牧去了 从头到脚裹得严严实实 只露出两只眼睛 女人们则背着桶上山 取山沟沼泽中的水 一桶水七八十斤 不够一家人一天的用水 人与自然的关系 在这里表现得特别密切 与世界上其他自然保护区不同的是 珠峰自然保护区内 生活着8.9万西藏农牧民 他们赖以生存的自然资源 被保护起来后 生计遇到了困难 富群环境研究院 便开始寻找保护与发展的平衡点 启动了潘德巴项目 潘德巴是三个藏文字幕所组成的 藏语源于为为民莫福利的意思 潘是有利于所有社区 国家物种的意思 德是健康和谐灵性的意思 巴是责工作人员 我们平时就说潘德巴 潘德巴即乡村福利员 是在村民推荐 个人自愿的基础上挑选出来的 他们来自于社区 因此他们最了解当地情况 也最懂得如何帮助村民 改善家乡的面貌 潘德巴没有报酬 是各村的义务福利员 他们受到村民的高度尊重 当地政府外来专家和社区群众 三方合作模式 一直贯穿于潘德巴项目中 看到卡蒙布村饮水困难 富群便买了水管 帮助村民铺设管道到村里 并且教会村民如何安装和维护管道 看到村里孩子上学困难 富群便破例捐建了学校 当地政府配备了教师 村里群众参与了校舍建设 潘德巴项目最有特色的地方 在于由当地村民自行运作 富群环境研究院与当地政府合作 培训潘德巴如何带领村民一起 处理本社区的事务 村长塔杰是卡蒙布村的第一名潘德巴 他被村民推选为潘德巴来参加培训 塔杰老人从蔬菜种植课程上得到灵感 后来他带领村民把卡蒙布村的管道 改造成集人畜饮水农田灌溉为一体的水利设施 解决了当地因污水难以耕种的问题 他还和村民商量 每天轮流派两个人来管理菜地 这一年 卡蒙布村收获了第一个萝卜 很难想象 这是在四千五百多米高的地方收获的 当时由富群和当地政府组成的考察队 在珠峰自然保护区进行定点调查时发现 像卡蒙布村这样的村庄有很多 自然条件恶劣 医疗卫生条件差 缺医少药是各村庄长期面临的困难 1994年应当地需求 以卫生保健工作为切入点 促进环境保护与生计发展的乡村福利项目潘德巴 在珠穆朗马峰自然保护区正式开展起来 定运县席戈尔镇温嘎村的多级刺人 是第一匹潘德巴 他接受了预防肺结核 防止腹泻 常见药品识别等 基本的卫生保健常识和医疗技能 同时也学习自然环境保护 家庭创收 社区评估方法 社区参与式服务 生态旅游服务 与住房条件改善等知识和理念 这个药箱是他第一期培训结束时 由富群发放的潘德巴药箱 他总是随身携带 药箱里装满了政府免费发放的常用药品 药箱里装满了政府免费发放的